于秋雨可以说是当代杰出的散文家,可是很多人非常的讨厌他,这是什么原因呢? 前几天与一位朋友吃饭,在饭桌上聊起来,他问我当代有那个人的散文写得最好,我想也没有想说是于秋雨, 可是没有想到,他听了之后,很是不屑,认为于的散文并不怎么样,只是一些很普通的作品, 不值得一读,而且还长篇大论的评论了一番鱼,说他是一个虚伪的人,是一个吹毛求刺的人, 作品里的东西,一点也不真实,我听了之后,觉得很不可思议,要知道当年鱼,那可是非常的火爆, 尽管一些关于他的传言,也是听说过,但是没有想到,现在的人,对于他有着如此深的误会, 读书纳会,于正当红,他的散文及文化苦旅,正在市面上发行,家里给我买了一本, 倒是一读就喜欢上了,此后又陆陆续续的读过了他很多的作品, 例如山居笔记,千年一看,借我一生,我等不到了等等作品, 可以说这些都是当代的经典之作,很多的人都看过, 那时人们都一致认为,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作品, 可是火了场后,便又出现了他的各种各样的传闻, 大致是说他人品不行,于是又否定了他的作品, 觉得他的作品,写的并不怎么样,关于于的评论, 最早是一些专家和学者,他们跳出来评论, 说于的作品不行,写的东西,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, 还列举了一条一条的证据,另外又还说,于的人品不行说, 也说是他抛弃了前妻,后来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, 也正是这些原因,使得他的人气开始,迅速下滑, 但是我注意到了一个问题,那就是人们一边冒于, 但还是在读着他的作品, 其实很多的人是承认于的作品, 只是听到了一些专家和学者的点评, 于是也就认为于的作品不行, 他写的东西,并不怎么样, 这样的一种跟风行为,很是不够公正,不够客观, 毕竟对于我们来说,我们都是外人, 根本无法知晓其中的事情, 如果单从别人的点评中去评论一个人, 这就有时偏颇, 余的散文写得非常大气, 可以说是开创了大散文时代, 在他之前,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散文, 很多的专家和学者就说他, 只是拿着一张地图在写作, 根本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, 去到了各个地方考证了之后, 再进行写作, 试问如果一个人没有去考察, 没有论证, 仅仅只拿着一张地图, 便能够写出那样的作品来吗? 如果真能够写出来, 那么也是非常的了不起, 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于于的一些观点, 那是极其的不公正, 只是带着某种情绪, 可能与其有错的地方, 但是也不至于那么严重, 再说也不能仅仅是因为这一个原因, 那么就否定了他的作品, 认为他的作品就没有一点的文学价值, 不得大家去一读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